就是我们当时看到这个修法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好那这样子的意思是不是 我们现在开始要来采见识会计 我们是不是要采见识会计 要不然怎么去判断 有没有影响市场之余 你是用证交所的监视报告吗 请问证交所的监视报告 它在刑事诉讼法上的定性是什么 它是一个报告吗 还是它一个传闻证据呢 还是一个可信性的文书呢 那证交所的监视报告 一直会被别人质疑 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举发单位 是因为它先发现了可疑 然后要把它移送 那移送以后 你又说它的报告是一个证据 它是一个鉴定 好像也不是很正确 对不对 所以到底最后的issue应该会是 谁来判断有没有影响市场之余呢 谁可以做这样的判断 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是法院他不判断 就是说他感觉都没差 有没有这构成要见 他不去做判断 如果你真的要做判断 我觉得这个条文会是一个很重要的 他需要取中立客观的鉴定人来判断的部分 所以倘若今天新法修正以后 我是一个被告 我觉得我会去争执这一块 我会去争执说到底有没有可能影响市场之余 那为什么我讲这个 因为我非常的痛恨跟反对 用1亿以上作为加重刑度的处罚 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觉得这一条绝对可以去提示线 为什么 请问一下1亿以上如果我买大力光 我怎么操纵 大力光一张500万 20张能操纵什么 那为什么这样子就有影响市场之余 他已经假定了1亿以上 你对市场就扰乱是很重的 可是他没有想过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比较微小的 他的股票价值是小的 他可能不到1亿 可是他可能 他的可责难性胜于1亿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那反之如果今天是大力光 他可能20张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可是去随便就可以变成1亿 那一线交易也有一样的状况 为什么我个人非常反对 把投入市场的资金算成所得 因为如果是这样 我只要投入市场1亿 我一定7年以上起跳 这简直是莫名其妙的一个 一个刑法规范 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不进行试线 那很遗憾的 我之前去银行法做的 犯罪所得的鉴定 最后最高法院投票 竟然因为很难算 所以没有采取我的见解 这一点是让我这忍不住要抱怨的 因为不法会对 就是非法会对 1亿以上也是7年起跳 各位知道非法会对的犯罪所得 最后他们结论要采什么吗 要采总而说 就是所有经手的金额 通通要算进去 请问经手会对 小于1亿 那是在办加加9吗 昨天的亿 4亿 2亿 8亿